从他身上的穿着就能看出 他家里的条件很是一般 至于坐在秦桓后面的那人 则是先前想要找秦桓搭讪的学生会主席林阳 请 秦桓这才刚一坐下 他旁边的两位校花学姐 一脸害羞的就准备与他说些什么 然而不等他们张嘴 坐在秦桓身后的林阳 却是抢先一步对着秦桓说道 秦桓学弟 我是工商管理院系大三的林阳 也是学生会主席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学生会 加入学生会 秦桓一听这话 顿时不由一脸猛逼 在他想来 自己只是一个新生而已 居然还会有人邀请他 加入学生会了 没错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提拔你为学会生副主席 啥 学生会副主席 秦桓听罢 当即便是拒绝着说道 不好意思哈 这我恐怕没啥兴趣 也不是秦桓不给他面子 他是针对加入这啥学生会 一点兴趣没有 在他看来 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去图书馆看上几本书 然而 这话听到林阳的耳中 他却是以为秦桓这事 再嫌弃官职太小 沉思了片刻之后 不由咬了咬牙说道 秦桓学弟 如果你觉得学生会副主席这个职位 与你的身份不匹配的话 其实 也就在林阳想说 可以将学生会主席这一职位 让给秦桓的时候 突然他的肩膀 却是被人猛地拍了一下 谁啊 被打断的林阳 很是不爽地说道 咋的 我拍你一下不行 行你大 林阳刚想要骂上一句 不过就在下一秒 却是赶忙就将话给吞了回去 强行挤出一个笑容 转头便对着身后那人 哆哆嗦嗦地说道 原来是张猛学长呀 您当然可以拍了 哼 算你小子实相 张猛冷哼一声 对着他 就是一副命令的口吻说道 这位置我的了 你去后面 啥 怎么 你不愿意 张猛说着 当即便在林阳面前 伸手握了握自己的拳头 愿意 当然愿意 我这就让你 看着他那沙包大的拳头 没办法的林阳 最终只能是灰溜溜地 选择了妥协 站起身来的同时 赶忙就将位置 让给了张猛 至于林阳这个学生会主席 为啥会如此的害怕张猛 其实 有这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点 他这个学生会主席的位置 本就是张猛不要了 让给他的 而这第二点 那就是张猛现在 在学校的身份 可是跆拳道社的社长 仗着自己的武力 平时在学校被他欺负的人 可以说不在少数 哪怕是林阳这个学生会主席 当初也被他揍进过医院 至于这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张猛的背景 他不仅有着一个很是护短 在华夏台全道协会 担任会长的爷爷 就连他的父亲和叔叔 也全都在重要部门工作 别说是他林阳惹不起 哪怕是他的老子林主任 那也同样招惹不起 小子 你就是秦桓是吧 张猛这才刚一坐下 对着秦桓 便是撇了撇嘴问道 然而他这一副态度 秦桓又怎么可能会鸟他 转过头去 直接就将他给无视了 操 老子问你话 你耳朵聋了是吧 张猛健壮 脸色一变 对着秦桓便是怒声说道 你TM的说谁呢 秦桓虽然是新生 但也不是啥人人欺负的主 转过头来的同时 一双锐利的眼睛 则是死死地盯着张猛 而他的这一举动 却是将身旁的两位笑话学姐 给吓了一大跳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桓居然敢和张猛叫吧 张猛是什么人 那可是一个动不动就揍人的存在 在他们看来 哪怕秦桓很是有钱 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那也根本不顶用 刚想着 要不要出声劝说张猛几句 毕竟张猛这人 虽然为人很是霸道 但对待女生 却是表现得相当神实 然而还不等他们开口 早已被秦桓盯得 有些发毛的张猛 却是抢先一步 打着哈哈说道 哈哈 没想到你小子脾气还真大 不过我喜欢 小子 我现在有个好消息通知你 你够资格 加入我们跆拳道社了 是吗 秦桓听罢 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不好意思 老子没兴趣 什么 你说啥 张猛看着秦桓 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知道 这还是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被同龄人当面称老子 我说老子没兴趣 你耳朵聋了吗 秦桓在说这话的时候 也是故意加大了音量 而这也就导致 不仅周围的学生们 像他们看来 台上的校领导们 也同样如此 我勒个去 我这是耳朵产生幻觉了吗 秦桓居然在骂张猛学长 我的个老天爷 他这是疯了吧 惨了惨了 我男神估计 接下来几个月 都得躺在医院了 哎 惹谁不好 偏偏惹上这沙山 认识张猛的那些老生们 再见到这一幕后 差点没将下巴 给震惊地掉在地上 在他们看来 接下秦桓哪怕不死 估计也得拖上一层皮 至于台上的刘国涛他们 刚开始一脸错愕 随后赶忙就冲着张猛大声喊道 张猛 谁叫你坐那里的 赶紧回自己的位置 小子你给我等着 这是没完 张猛见状 刚想要出手的他 也是立马就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虽然他很是霸道嚣张 但再怎么说 也只是一个学生 和校领导们叫板 那肯定还是不敢的 狠狠地瞪了秦桓一眼之后 这才站起身来 回到了自己原来的位置 第0029章 一脸忧怨的学姐们 欢欢 你过来一下 也就在这时 担心秦桓会被报复的刘国涛 对着他便是招了招手 好的 秦桓也没有多想 起身就来到了刘国涛面前 欢欢 你知道刚刚那人是谁不 刘国涛将秦桓拉到一边 皱着眉头便是问道 不知道 秦桓如实回道 他是 见秦桓摇头 刘国涛当即就将张猛的身份 以及背景 全都告诉给了秦桓 那校长您的意思是 然而秦桓听罢 却是丝毫不以为然 我的意思是 刘国涛也没耽误时间 赶忙就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他以后非要招惹你的话 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 我的电话号码是 也就在刘国涛 刚要报出自己号码的时候 哪知就在下一秒 秦桓却是直接摆了摆手 校长 不用了 当即就想要再劝说些什么 校长 你就放心吧 秦桓撇了撇嘴 不由打断的说道 他不招惹我也就罢了 如果真敢招惹我 哪怕是他爷爷来了 我也照做不误 不得不说 秦桓这话 虽然听上去很是嚣张 但他还真不是在吹牛 要知道 在前两天的时间里 秦桓可不仅仅只是跟着三姐装萌萌学了国术 五姐夏锦西 也同样教了他不少格斗的技巧 虽然他不清楚 自己现在究竟是达到了何种境界 但他却是有信心 可以轻松揍扁张猛 毕竟他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一拳破石 区区一个踢一碎木板的家伙 秦桓还真没怎么放在眼里 嗨嗨 刘国涛听罢 忍不住就干咳了两声 好半天后 这才叹了口气说道 行吧 那你自己看着办 也就在他们两人聊着这些同时 台下的学生们 也是三三两两的小声议论了起来 你们说 校长这将秦桓叫过去 是在聊些啥啊 还能聊啥 肯定是在聊张猛学长呗 唉 秦桓他也是 这第一天就得罪了张猛学长 以后那还不得被整死 不应该吧 校长这不是出面了吗 出面 那顶个屁用 难不成他还会24小时 跟在秦桓身后 这 说的也是 也就在众人小声的议论之际 不远处的张猛吃笑一声 嘴角当即便勾出了一抹凶狠的笑容 在他看来 就算是有校长帮助秦桓又如何 既然敢得罪自己 那就必须得付出代价不可 等到秦桓再次回到座位之后 校长刘国涛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当即便是宣布新生欢迎大会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 陈绍坤与柳诗诗的对决 也是已经准备就绪 要知道 今天可不仅仅只是秦桓正式开学的日子 更是顶留陈绍坤 与天后巨星柳诗诗打擂台的日子 毫不夸张地说 这次所闹出来的动静 不仅是双方的粉丝 很是期待 就连这一行业的大拿们 也同样十分地关注 这才一大早上 微博等各大平台的头版头条 就早已被一消息给霸榜 可以说 而这最终结果不用想都知道 柳诗诗不愧为天后 直接就以碾压的姿态 完全吊打了陈绍坤 虽然陈绍坤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热度 但也在接下来的数年里 成为了无数小黑子调侃的对象 什么中分头 被戴裤 使出铁衫靠来打篮球 只要某个视频中出现以上一样 下面的评论那都会相当之精彩 当然 这些都只是后话 画面回到这边 校长刘国涛与一些领导 在讲完开幕词后 接下来便到了学长学姐们表演节目的时间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所有上台表演的人 基本上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就连秦桓旁边的两位校花学姐 也共同上台合作了一段舞蹈 秦桓学弟 我刚刚的舞蹈跳得怎么样了 由于先前并未和秦桓搭上话 王子玄这才刚一走下台 立马便对着秦桓笑着问道 挺好的 秦桓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随意地敷衍了一句 在他看来 这位校花学姐虽然很美 但却不是他的菜 既然没啥兴趣 还是不要给别人希望的好 而这也就导致 本来也想和秦桓说话的 平民校花李孟 赶忙就若无其事地转过了头去 秦桓学弟 你这也太高冷了吧 眼见秦桓连正眼都没看下自己 王子玄忍不住便是一脸的忧怨 有吗 秦桓撇了撇嘴 不以为然地说道 其实吧 我觉得学姐你的舞蹈 比不上孟儿学姐 这话刚一说出 还不等王子玄反应 李孟儿立马就转头看向了秦桓 秦桓学弟 你真这么认为吗 当然 脸上瞬间就浮出了一抹红霞 一旁的王子玄健壮 顿时不由一阵嫉妒 你说的没错 然而就在这时 却又听到秦桓继续说道 你这相比起我二姐 确实是差了不少 什么叫直男 这特么的就是 毫不夸张地说 就这一会儿时间 秦桓直接就得罪了两个妹子 也就在二女一脸忧怨 看着秦桓的同时 突然台上校长的一番话 却是直接打断了他们 下面 有请秦桓同学上台一下 让秦桓上台 啥意思 莫非也想让他表演节目 不应该吧 大义心生 应该没这资格 还别说 其实我还挺期待他表演的 毕竟前两天 他唱的那首浮夸 实在是太好听了 那是 我也觉得超好听 如果能听现场就好了 校长这话才刚一说出 台下的其他同学们 立马便纷纷猜测了起来 大多数的人都认为 校长这将秦桓叫上去 很有可能就是为了 让他表演节目 然而他们很快就发现 自己的格局 实在是太小了 第0030章 五姐下锦西也来学校了 只见秦桓迈步走上台后 校长刘国焘 直接就将C位让给他 并且还当着在场 所有学生的面 带着台上的校领导们 对着秦桓 便是深深地鞠了一躬 卧槽 这是个啥情况 校长他们这是在干嘛 居然对着一个学生鞠躬 我乐个去 难道我这是眼花了 不得不说 这一幕看在学生们的眼里 简直就犹如惊天炸雷一般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桓只是一个学生罢了 居然也能享受到如此待遇 当然 不仅是他们没想到 作为当事人的秦桓 也同样如此 校长 你们这是 秦桓张了张嘴 刚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 还不等他开口说完 刘国焘摆了摆手 直接就出声打断了他 欢欢 这是我们对你的感谢 希望你不要拒绝我们的心意 秦桓一听这话 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感谢 这啥意思 至于其他人 却是有些百思不得其解 也就在他们一脸猛逼同时 就见校长刘国焘 转头便看向了在场所有学生 同学们 不仅是我们校领导 要感谢秦桓同学 你们也同样要给他鞠上一躬 啥 我们也给他鞠躬 凭啥呀 是啊是啊 就算他很有钱 也不至于让我们鞠躬吧 反正我是不鞠 你们爱谁鞠谁鞠 本就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的众人 又怎么可能会同意 刘国焘这看似无理的要求 一个个的 当即便是表示拒绝 同学们 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要让你们鞠躬吗 刘国焘见状也并未生气 而是对着在场众人反问着说道 我管你是为什么 反正别想我给他鞠躬 张猛说着 直接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要知道 秦桓可是在不久前 才刚得罪了他 现在让他给秦桓鞠躬 这又怎么可能 张猛学长说的没错 我也不会给他鞠躬的 还有我 我也是 众人一听张猛这话 立马便是纷纷附和着说 那如果我说 秦桓同学给学校捐了一个亿 就是为了替你们修建图书馆等公用设施 你们还会拒绝向他鞠躬吗 刘国焘也是不再卖弄关子 当即便是开门见山地说道 啥 他说啥 秦桓给学校捐了一个亿 就是为了给我们修建图书馆等公共设施 真的假的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虽然他们知道 秦桓很是有钱 但再怎么也没有想到 居然有钱到了如此地步 随便出手 就是捐款一亿 而且还是为了他们 一时之间 刚刚还在叫嚣的众人 顿时不由感觉很是羞愧 是啊 人家秦桓为了他们 都能如此地慷慨解囊 让他们鞠个躬而已 又能算得了什么 哪里还会有任何的迟疑 众人相互看了一眼之后 直接就从座位上站起 对着秦桓所在的方向 便是深深地弯下了腰 并且在弯腰的同时 还不忘一口同声地喊道 感谢秦桓同学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感恩 譬如张猛 以及他们跆拳道社的一帮人 不仅没有鞠躬的想法 反而还对众人的做法 表现出了一脸的嘲讽 大家别这样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眼见众人如此 秦桓当即便是开口说道 说实话 他还是有些心虚的 毕竟这一亿的捐款 其实是由他大姐李明玉所捐 而众人在听到秦桓这话后 本就很是羞愧的心情 也是郁家感动了起来 好人 秦桓真是个好人呀 行了 今天的新生欢迎大会 也是终于迎来了结束 眼见众人有着 向自己围过来的趋势 秦桓哪里还敢再次多呆 一溜烟的功夫 直接就跑到教学楼这边 也就在他正要寻找 自己所在班级教室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的一道身影 却是瞬间 就吸引到了他的注意 无解 秦桓对着那人的背影 有些不太确定的喊道 听到喊声 夏景熙当即就转过了头来 无解 真是你啊 见到那人真是自己的无解 秦桓立马就小跑了过去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猜 夏景熙拍着秦桓的肩膀 一脸神秘地说道 那我想想 你是来上学的 秦桓装一副思考的样子 随后便是打去着说道 不对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学校应该不会收你 臭小子 你说啥呢 信不信我抽你 夏景熙一听这话 顿时就有些不乐意地说道 你无解 我也才26岁好吧 这学校里的博士生 差不多都和我一样大 我怎么就不能是来上学的 要知道 夏景熙虽然已经在边疆了近十年 但当初入伍的时候 你真是来上学的 秦桓听罢 不由一脸狐疑地问道 不然呢 切 我猜不信你的鬼话 秦桓撇了撇嘴 催促地说道 赶紧说 你到底是来干嘛的 呵呵 你下午就知道了 下午就知道了 啥意思 莫非你是来当辅导员的 你猜 我猜的鬼哦 你 秦桓刚想要说些什么 突然就发现不远处 正有着一大群学生 向着这边赶来 于是 赶忙就对着夏景熙问道 对了 五姐 你知道金融系八班的教室在哪里吗 后面那栋 三楼右手第四件 没有任何的迟疑 夏景熙直接就报出了位置 我去 真的假的 秦桓听罢 不由一脸狐疑地问道 五姐 你该不会是我们的辅导员吧 不然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那么清楚 我们八班的教室 你猜 算了 不问你了 五姐拜拜 秦桓说着 当即转身就准备迈步离开 不过就在这时 夏景熙却是对着她的背影 很是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 欢欢 中午记得多吃点饭哦 姐姐我可是不会客气的 多吃点饭 这啥意思 秦桓也没多想 赶忙就逃离了此处 而她没发现的事 此时 五姐夏景熙的脸上 却是露出了一抹 很是脚侠的笑容 臭小子 敢说我老是吧 下午你就知道 姐姐我到底老不老了 第0031章 辅导员上官夺夺 没多久 秦桓就跟着刚刚夏景熙的指引 很快就来到了八班的教室门口 本以为里面并没有人 毕竟学生和老师们 基本上全都去了学校操场 不过等到她走进教室后 这才发现 讲台上居然躺着一个身姿 很是曼妙的女子 而且嘴角的位置 似乎还有着丝丝口水流出 看她此刻的模样 明显是已经进入到了梦乡 秦桓也没有去打扰她 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 当即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而就在她坐下后不久 走廊外 很快就传来一阵嘈杂之声 莉莉 你没骗我吧 秦桓她真是八班的 我骗你干嘛 刚刚我可是 看着她走进去的 那行 那咱们赶紧进去吧 瞧你那着急啊 你就说 如果搞定她了 你给我什么好处 不 也就在这段声音响起的同时 立马就有着两名女生 出现在了教室门外 他们先是四下扫射了一眼 随后一脸欣喜地 就向着秦桓这边走了过来 秦 秦桓学弟 我是外文系大三的唐甜甜 两人 这才刚一走近 其中一名长相很是漂亮的女生 直接就一脸羞红地 对着秦桓伸出了手来 不难发现 她在说这话时 声音明显有些紧张 学姐好 秦桓虽然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是礼貌地 与其握了握手 至于另外一名女生 虽然 看着秦桓的眼神 就像是个花痴一般 不过看她那样子 似乎并没有要打招呼的意思 学姐 能松开一下不 秦桓刚想要收回自己的右手 哪里想到唐甜甜 却是愣在原地发呆 没办法的她 只能提醒着说道 嗨嗨 回过神来的唐甜甜 松开秦桓的同时 干咳了两声过后 这才一脸尴尬的 赶忙转移话题说道 秦桓学弟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加入我们街舞社 街舞社 秦桓听罢 顿时不由一愣 她实在是有些想不明白 为啥今天总是有人 要让她加入这社那社的 没错 我就是咱们学校 街舞社团的社长 唐甜甜嘴角微微上扬 一脸自信地说道 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 我可以让你做副社长哦 没兴趣 秦桓没有任何迟疑 直接就拒绝着说道 在她看来 街舞虽然跳着确实很酷 但她都已经19岁了 根本就不可能 跳不出啥名堂 既然如此 又何必浪费那时间 没兴趣 怎么都没兴趣呢 你知道跳街舞有 也就在唐甜甜 还想要劝说些什么的时候 讲台上的那名女生 确实被吵醒了过来 你们在那干嘛呢 听到声音的秦桓几人 当即就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我去 这女生谁啊 这也未免太漂亮了吧 不得不说 哪怕是见惯了 姐姐们美貌的秦桓 此刻也被那女生的容貌 给震惊到了 上官老师好 也就在秦桓暗暗感叹之际 唐甜甜二女 立马就对着那名女生 恭敬地喊了一声 啥 上官老师 莫非这是我们的辅导员 听到唐甜甜他们的称呼后 秦桓一下子就猜出了 那女生的身份 只是让她感觉有些意外的事 这辅导员的年龄 貌似最多也就212的样子 唐甜甜 上官朵朵仔细地 打量了唐甜甜一番 很快就将她给认了出来 上官老师 您认识我 你可是咱们学校的四大校花之一 我怎么可能会不认识 哪有 上官老师您这眼 唐甜甜听罢 刚想要谦虚几句 然而还不等她将话说完 上官朵朵 却是一脸严肃地打断了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应该是外文系的学生吧 这是我们金融系大一的教室 你要是没啥重要的事情 那就赶紧出去吧 不 唐甜甜也没想到 上官朵朵 居然会如此地不尽人情 本来她还觉得 学校里流传出的那些传言 都是假的 不过现在看来 冰山美人果然是冰山美人 这说起话来 简直就像是个冰块一般 也就在唐甜甜 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的门外 却是闯进来了一大群的学生 他们无视上官躲躲的同时 直接就向着秦桓这边飞奔了过来 秦桓学弟 我是咱们学校漫画社的社长王天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漫画社 秦桓学弟 我是咱们学校篮球社的社长周围 不知道 卧槽 你能不能别挡着我 我怎么就挡着你了 明明就是 我先来的好吧 你先来的 谁能给你证明 毫无疑问的是 这些人全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而他们之所以想让秦桓加入他们的社团 主要还是为了与秦桓攀上关系 只不过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这还没说上几句 瞬间就争吵了起来 你们 见到这一幕的秦桓 刚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还不等他开口 讲台上的上官躲躲 却是抢先一部怒声说道 你们还有没有规矩了 全部都给我出去 TM的谁啊 这么嚣张 难道不知道老子 众人听到这话 当即就准备开马 然而 等到他们看清说话之人后 却是立马就闭上了嘴 作为老生 他们又怎么可能会不认识上官躲躲 想到学校里的某些传闻 他们哪里还敢在此夺带 一溜烟的功夫 赶忙就逃离的这里 而这也让后面进来的新生 直接就看傻了眼 我勒个去 这漂亮女生谁啊 这也未免太牛批了吧 也就在他们如此想着的时候 讲台上的上官躲躲 便又一次开了口 还有谁不是我们班的学生 最好在趁我发火之前 赶紧给我出去 不难发现 上官躲躲在说这话时 眼睛则是一眨不眨地盯着秦桓 就好像是在说 小子 老娘说的就是你 上官老师 您能别盯着我看吗 我真是咱们班的学生 被盯得有些发毛的秦桓 顿时不由一脸苦笑着说道 第0032章 被上官躲躲带到宿舍 啥 上官老师 莫非这是我们的辅导员 在场的众位学生 在听到秦桓这话后 也是终于明白 刚刚那群老生 为何会如此地失去离开 只不过 他们和秦桓 有着同样一个疑问 那就是眼前的这辅导员 也未免太年轻了些 是吗 上官躲躲听罢 不由一脸狐疑地说道 那你说说 你叫啥名字 不是吧 他连秦桓都不认识 难道他都不上网的吗 其他学生一听这话 简直就有些 怀疑自己的耳朵 毕竟这几天来 秦桓不仅成了 学校的风云人物 就连在网上随便一搜 也能轻松地搜到他的视频 现在却是有人询问秦桓的姓名 而且还是清大的老师 这又怎么可能会不让他们感到吃惊 我叫秦桓 秦桓也没多说什么 当即就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秦桓 你就是秦桓 然而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也就在秦桓爆出自己名字的同时 刚刚还一脸狐疑地上官躲躲 却是蹭了一下 就从讲台上站了起来 呃 这有什么问题吗 秦桓见状 不由满脸猛逼地问道 那你认识唐师庭吗 上官躲躲并未回答秦桓的问题 而是对着他反问道 当然认识 那是我七姐 秦桓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就说出了 他与唐师庭的关系 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这啥意思 怎么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的 也就在秦桓如此想着的同时 下一秒 便听上官躲躲转移着话题说道 接下来 我有着两件事 需要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件事 那就是从今起 我上官躲躲 便是你们的辅导员 所以 我希望你们以后 最好是乖乖听话 不要惹我生气 不然后果 上官躲躲在说到这里时 还不忘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握了握 他那很是白皙的小拳头 至于这第二件事 那就是从今天下午两点钟开始 你们将进行为期一周的军训 等到军训结束后 学校会统一进行检验 大家都听清楚了没有 上官躲躲一口气 说完这番话后 一双美眸 则是不停地在众人身上来回扫事 听清楚了 下一秒 在场众人便是齐声回道 很好 上官躲躲满意的同时 当即便是宣布着说道 午餐时间已经到了 大家都去食堂吧 好嘞 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也就在秦桓准备跟着他们 一起走出教室的时候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上官躲躲 却是叫住了他 秦桓 你留一下 我去 这啥情况 其他人听罢 立马就向着两人看了过来 看什么看 都不想吃饭是吧 上官躲躲眼睛一瞪 对着他们便是说道 没 没看啥 他们哪里 还敢再次多待 对着秦桓眨眨了眨眼的同时 赶忙就逃离了这里 上官老师 您留下 我是有什么事吗 眼见众人离开 秦桓看着上官躲躲 不由一脸猛逼地问道 跟我来吧 上官躲躲 并没有要回答的意思 脉步就向着教室门外走了出去 秦桓健壮 也只能是赶忙跟上 大家快看 那好像是秦桓吧 我去 还真是 话说他前面的那女生是谁啊 这也未免太漂亮了吧 当然漂亮了 那可是我们学校最漂亮的女老师哦 啥 这怎么看上去感觉好像和我们差不多大 还有这秦桓 他咋跟在人家后面哦 两人这才刚刚来到教学楼下 立马就引起了不少学生的注意 他们三三两两的 忍不住就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然而对于这一幕 上官躲躲 就好像早已习惯了一般 没有丝毫的理会 直接就带着秦桓离开了这里 差不多五分钟左右 秦桓这才发现 上官躲躲 居然将他带到了教职员工宿舍楼下 上官老师 你 秦桓刚想要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说完 一旁的上官躲躲 却是直接就打开了门禁 并且在推开门的同时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进来吧 我 秦桓张了张嘴 哪知就在下一秒 直接就被上官躲躲 给拉进了楼道 有什么事 等一下再说 上官躲躲瞥了秦桓眼之后 迈步就走上楼梯 没办法的秦桓 最终也只能是 一脸苦笑着跟了上去 不得不说 他是真有些想不明白 这上官躲躲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啥药 就这样 两人差不多又走了两三分钟 这才终于在四楼的某间房门前停下 也就在上官躲躲掏出钥匙 正要打开房门的时候 突然两人的身后 却是传来了一道男人的声音 躲躲 你回来了呀 嗯 上官躲躲并未回头 只是随意地敷衍了一声 很显然 这男人并不是第一次 与上官躲躲搭讪 这 感觉有些尴尬的男人 当即就将矛头对准了秦桓 你是哪个院系的学生 叫什么名字 谁允许你进入教职员工宿舍楼的 不难发现 男人在质问秦桓的同时 还不忘偷偷瞥了上官躲躲一眼 本以为上官躲躲 肯定会向他解释些什么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上官躲躲在打开门的同时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秦桓 进来吧 哦 好的 秦桓自然也懒得理会 这嚣张的家伙 点了点头后 直接就走了进去 臭小子 感觉被无视的男人 顿时就被气得够呛 刚想要对着秦桓说 秦桓就一脸嘲讽地 直接将房门给砰的一声关了起来 臭小子 你叫秦桓是吧 你给我等着 男人看着那紧闭的房门 当即便在门外叫嚣着说道 不对 秦桓 他叫秦桓 我的个老天爷 莫非他就是校长所说的 那名给学校捐款一亿的新生 而就在他叫嚣完的同时 却是突然就想到了这些 尼玛的 这明显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哪里还敢再次多待 赶忙就在第一时间 灰溜溜地逃离了这里 第0033章 就在这里休闲 也就在这男人走后不久 进入屋内的秦桓 直接就四下地打量了起来 不得不说 上官朵朵所住的这间屋子 虽然不算太大 也就三十多坪的样子 但屋内的装修以及布局 却是相当的少女 粉红色的墙面 卡通图案的地板 迷你型的沙发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秦桓总觉得 这屋内似乎还有着阵阵幽香飘出 莫非是他身上的体香 也就在秦桓如此想着的同时 上官朵朵转过头来 对着他便是说道 还愣着干嘛 赶紧换鞋啊 换鞋 秦桓低头看了一眼门口的鞋架 顿时不由相当无语地说道 我说上官老师 您看 这有我能穿的吗 要知道 这鞋架之上 除了高跟鞋以外 也就只有一双很是卡哇伊的拖鞋 关键这拖鞋上面 竟然还黏着两个海绵宝宝 这 上官朵朵虽然也觉得 这确实有些不太适合秦桓 但却仍然嘴硬着说道 你随便穿下不就得了 哪里这么多的讲究 我 要不还是别换了 说实话 这拖鞋 卡哇伊也就算了 关键是 这特么貌似最多 也就三十五码的样子 如果秦桓真穿上这玩意儿 估计大半个脚后跟 都得露在外面不可 那不行 我这地板 可是早上才拖的 然而上官朵朵听罢 却是立马就拒绝着说道 你就今天先应付一下 等晚上下班了 我再去给你 买一双不就行了 我乐得去 今天应付一下 晚上再给我去买一双 这特么的 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我以后还得天天过来 听到上官朵朵这话 本就很是莫名其妙的秦桓 此时 却是更加的猛逼了起来 她实在是想不明白 这上官朵朵 将自己叫来她宿舍 到底是几个意思 赶紧换呀 难道还要我亲自帮你换 见秦桓愣在原地发呆 上官朵朵 当即便是催促着说道 别 我自己来就行了 回过神来的秦桓 实在是没办法 最终也只能是 一脸无奈地 将那拖鞋给换在了脚上 你先在沙发上看会电视 我去给你做饭 见秦桓已经乖乖地换好拖鞋 上官朵朵招呼了一声之后 当即就准备前往厨房 上官老师 秦桓见状 刚想要问出自己的疑问 哪知还不等他开口说完 门外 却又传来了一道男声 朵朵 你吃饭了吗 我给你带 男人这才刚走到门口 嘴中的话 却是瞬间戛然而止 好半天后 这才一脸猛逼地问道 秦桓同学 你怎么在这啊 我邀请他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还不等秦桓开口 听到声音的上官朵朵 当即便是抢先一步说道 没 没问题 男人虽然很是不爽 但奈何眼前这两人 他谁也得罪不起 支支吾吾间 赶忙就逃离了这里 上官老师 您这追求者也太多了吧 看着男人消失的背影 秦桓不由打趣着说道 多吗 上官朵朵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这才哪到哪啊 行了 你乖乖看电视 我去做饭了 说着 也不等秦桓反应过来 直接就再次跑进了厨房 没办法的秦桓 最终也只能是 听从上官朵朵的吩咐 乖乖地坐在沙发上 看起了电视 而也就在他 看电视的这段时间 又有着至少七八位男人 提着外卖 出现在了上官朵朵的屋门口 只不过 当他们见到屋内的秦桓后 却是立马就灰溜溜地离开了 说实话 要不是先前上官朵朵 在教室里的表现 明显不认识自己 秦桓估计还真有可能怀疑 上官朵朵 这将自己带来他的宿舍 是不是就为了给他当挡箭牌 差不多二十分钟后 做好饭菜的上官朵朵 这才对着秦桓喊道 欢欢 将门关上 赶紧过来把饭菜端进去 欢欢 秦桓听到这一称呼 差点没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在他想来 莫非这上官朵朵 也看上自己了 还愣着干嘛 赶紧的呀 好嘞 懒得再去多想 秦桓在关上门后 脉步就走进了厨房 没一会儿 两人就端着三菜一汤 从厨房内走了出来 上官老师 没想到您这厨艺 看上去貌似还挺不错的哦 秦桓在放下手中的菜肴同时 还不忘深深地吸了一口香气 还行吧 反正吃不死人就是了 上官朵朵撇了撇嘴 对着秦桓便是说道 赶紧吃 吃完了你就在这里休息 下午还得去军训呢 啥 在这里休息 秦桓一听这话 下意识地就向着上官朵朵的房间 看了过去 而见到这一幕的上官朵朵 脸红的同时 伸手就敲了敲面前的桌子 臭小子 你想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 你睡沙发 啊 回过神来的秦桓 顿时不由一阵尴尬 好半天后 这才一脸正色地说道 上官老师 要不还是算了 我回自己寝室休息就行 算什么算 让你睡这里 就睡这里 可是 这会不会影响不好 有啥影响不好的 咱们又不做什么 我说你这臭小子 思想怎么 也就在上官朵朵 还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秦桓立马就打断着说道 行 那我就听您的 这还差不多 上官朵朵也没再废话 当即便是说道 行了 赶紧吃饭吧 说着 两人直接就开动了起来 等到吃饱之后 秦桓本想着 帮着上官朵朵洗一下碗筷 然而 这才刚刚走进厨房 就被上官朵朵给赶了出来 没办法的秦桓 最终也只能是 坐在沙发上玩起了手机 又过了差不多三四分钟 上官朵朵 这才终于从厨房内走了出来 还玩什么手机 赶紧休息 上官朵朵说着 脉步就准备向着房间走去 不过就在这时 秦桓却是叫住了他 上官老师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不 啥问题 说吧 上官朵朵停下脚步 向着秦桓就看了过来 是这样的 秦桓也是没耽误时间 赶忙就问出了自己的疑惑 我就是想问 您为啥要对我这么好 在秦桓看来 自己顶天 也就只是上官朵朵的学生罢了 这又是吃饭 又是睡觉的 明显就很不科学好吧 第0034章 忘了换鞋的秦桓 你真想知道 当然 行 那我就告诉你吧 上官朵朵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就开门见山地说道 因为你七姐唐诗亭 是我最好的闺蜜 既然你是她的弟弟 那自然也就是我的弟弟 对你好 完全是理所应当 上官朵朵连气都没喘 直接就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 只是这样 秦桓听罢 却是对这答案有些不太满意 不然呢 上官朵朵撇了撇嘴 几步就来到了秦桓的跟前 弯腰将嘴凑到秦桓耳边 勾起一个好看的弧度 不由笑着打句道 难不成 你还以为老娘对你这小屁孩 有啥想法 谁小屁孩了 秦桓一听这话 顿时就有些不乐意了 我今年都已经19岁了好吧 19岁 上官朵朵听罢 站直身子的同时 不由撇了撇嘴说道 那不是小屁孩是啥 切 你不是也就20岁吗 谁跟你说我才20 没谁跟我说 反正你看上去 最多也就20岁 行了 我懒得跟你争这个 赶紧睡吧 上官朵朵说着 向着房间那边走了过去 不得不说 此时的她 虽然表现得很是淡定 其实内心还是相当开心的 毕竟 又有哪个女生 会不希望别人说自己年轻呢 也就在上官朵朵走进房间 关上门后 她当即就从口袋里 将手机给掏了出来 找到其中一个 被注为廷宝的微信好友 直接就发了一段文字过去 廷宝 廷宝 你在吗 在的 我的小朵朵 莫非是想我了 没一会儿 正在埋头写作的唐诗廷 很快给她回了条信息过来 西西 我才不想你呢 是吗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可就忙去了 别呀 我想你还不成吗 上官朵朵发完这条信息的同时 一脸无奈的 就向着床边坐了下去 这还差不多 算你实效 行了 不跟你闹了 我给你说件正事吧 正事 啥正事啊 关于你弟弟秦桓的呀 上官朵朵回道 秦桓 她怎么了 莫非是在学校闯祸了 唐诗廷见霸 于是赶忙就着急问道 那倒是没有 我就是想跟你说 以后她中午就在我这里吃饭休息 你看怎么样 真的假的 你该不会是 已经将她带去你宿舍了吧 唐诗廷见到这番话后 顿时不由一脸震惊地问道 那呢 上官朵朵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就肯定了她的说法 我去 你昨天不还跟我说 我弟弟秦桓你不会喜欢的吗 谁跟你说我喜欢她了 上官朵朵脸红的瞬间 立马就是辩解着说道 她不是你弟弟吗 那也就是我弟弟啊 我将她带来宿舍 不是很正常吗 正常吗 怎么就不正常了 我说你 也就在两人相互聊着这些的同时 眨眼间 很快就是一个多小时过去 眼见午休时间马上就要结束 上官朵朵在和唐诗廷打了声招呼后 赶忙就将手机给装进了口袋 走出房间 对着正在沙发上呼呼大睡的秦桓 当即便是开口喊道 欢欢 别睡了 赶紧起来 欢欢 然而 让上官朵朵无语的是 虽然她的声音喊得很大 但秦桓却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没办法的她 最终也只是来到秦桓跟前 直接就伸手揪住了她的耳朵 哎哟哎哟 感觉到阵阵刺痛传来 秦桓哎哟几声的同时 立马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 看向面前的上官朵朵 不由满脸委屈地说道 我说上官老师 我这睡得正香呢 您这是干嘛 还能干吗 上官朵朵摆出一副老师的姿态 指着墙上的时钟便是说道 没见着都已经快两点了吗 我去 你早说啊 秦桓说着 当即就慌忙从沙发站了起来 也不等上官朵朵反应 一个剑步就从屋内小跑了出去 好半天后 回过神来的上官朵朵 突然就想到了什么 她 她好像没换鞋吧 欢欢 上官朵朵来到门外后这才发现 秦桓貌似早就已经消失不见 没办法的她 最终也只能是在关好房门的同时 提着秦桓的鞋子 就向着楼梯那边追了过去 至于秦桓 这才刚一跑到教职员工宿舍楼下 立马就被路上的学生给认了出来 我去 大家快看 那好像是秦桓吧 还真是 她咋是从教职员工宿舍出来的 嘿嘿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我可是听别人说 她中午的时候 就被上官老师给带去宿舍了 真的假的 你的意思是 她这是在上官老师宿舍 待了整整两个小时 扯淡吧 我才不信呢 我也不信 很显然 众人对这一说法 还是有些质疑的 不过也就在这时 突然就有着一人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我乐得去 你们快看秦桓脚上 那穿的是啥啊 脚上 卧槽 那貌似 是双女士拖鞋吧 还真是 这尼玛脚后跟露出来了 这 莫非她真在上官老师房间 待了两个小时 不然 她又怎么可能会穿着女士拖鞋 也就在众人对此 很是难以置信之际 下一秒 让他们更是震惊的一幕 却是立马就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只见突然出现的上官朵朵 提着一双男士球鞋 对着不远处正在小跑着的秦桓 便是边追边喊道 桓桓 你等等我 你鞋还没换呢 我去 难道我这是眼花了吗 上官老师 他难道就不怕影响不好吗 这也太恋爱脑了吧 牛皮 秦桓这也太牛皮了 居然将上官老师这种冰山美人都给搞定了 佩服 真是太佩服了 当众人见到这一幕后 先是满脸的不可置信 随后忍不住就在心中给秦桓竖起了大拇指 第0035章 疯了 军训教官竟然是他 至于秦桓这边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过着急 对于身后上官朵朵的叫声 完全就像是没有听到一般 等到上官朵朵追到他时 秦桓却是已经迈步走进了教室 呼 眼见教室里早就已经坐满了学生 上官朵朵狠狠地喘了几口气后 这才将秦桓的球鞋藏在身后 一脸淡然地跟着走了进去 而也就在他走进去的同时 刚刚还显得很是嘈杂的教室内 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停在了他的身上 嗨嗨 上官朵朵先是清了清嗓子 随后对着众人便是问道 大家都准备好了没有 马上可就要军训了 众人一听这话 当即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也就在秦桓准备跟着他们 一起前往操场的时候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上官朵朵却是又一次叫住了秦桓 欢欢 你留一下 我去 怎么又留他 上官老师 这到底是个啥情况 众人箭霸 心中虽然满是疑惑 但却是丝毫不敢有所停留 再次对着秦桓眨眨了眨眼后 便是赶忙就离开了教室 而等他们走后 上官朵朵直接就将一双球鞋 丢在了秦桓面前 这啥意思 留我下来 莫非就是为了丢我一双鞋 很显然 哪怕直到此刻 秦桓都还没有意识到 他脚下穿着的究竟是个啥玩意儿 还愣着干嘛 赶紧换上呀 看着秦桓那一脸猛逼的样子 上官朵朵忍不住便是没好气地说道 换上 秦桓先是一愣 随后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卧槽 我怎么把这玩意儿给穿出来了 回过神来的秦桓 当即就准备弯腰换鞋 等等 不过就在这时 上官朵朵却是拦住了他 刚当你说啥呢 说啥 没说啥呀 还说没说啥 你刚当明明说了句脏话 有吗 当然有 以后不许说了 听到没 听到了 这才乖嘛 赶紧换上吧 乖个屁哦 真当我是小屁孩了 秦桓小声吐槽的同时 赶忙就将自己的鞋给换了过来 对了 上官老师 这拖鞋怎么处理啊 放这吧 我等下自己拿回去 那行 那我出去咯 去吧 说着 秦桓也是没在耽误时间 立马就离开了教室 差不多四五分钟后 匆匆赶来的他 很快就发现 此时整个操场之上 早就已经站满了人 秦桓仔细地寻找了一番过后 这才终于找到了 自己班级所在的位置 只不过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貌似教官还并未来到 妈的 这也未免太热了吧 可不是嘛 也不知道教官啥时候来 要不咱们 先找个凉快的地方待着 我看行 这么热谁能受得了 再又等了四五分钟后 眼间根本就没有教官过来 顶着烈日的学生们 当即一商量 就准备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待着 然而还不等他们有所行动 下一秒 就见校长刘国涛 带着几十名穿着迷彩服的人 出现在了不远处 不用想都知道 这些穿着迷彩服的人 定然是学校给他们请来的 军训教官 我乐个去 你们快看 这教官里面 怎么好像还有着一个女生啊 女生 真的假的 我怎么没有看到 我去 我也看到了 那确实是名女生 而且好像还很漂亮的样子 我的亲娘舅舅 好像还真是 女生也能当教官的吗 嘿嘿 要是她能分到咱们班就好了 好漂亮的女教官 刘国涛他们这一行人 才刚一出现 操场上的几千名学生 立马就看了过去 只不过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眼前这几十名军训教官当中 居然还有着一名女教官存在 也就在众人分分议论的同时 秦桓也是下意识地 就向着那名女教官看了过去 卧槽 这啥情况 他 他怎么会在这群教官当中 当秦桓看清那名女教官的容貌后 差点没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很显然 那名女教官 他是认识的 而也就在这时 刘国涛他们一行人 也是终于来到了操场这边的演讲台上 刘国涛先是伸手 做出了一个禁止出声的手势 随后 走到话筒面前 对着在场的众位学生 便是开口说道 同学们 从今天开始 眼前的这四十三位军人 便是你们接下来七天军训的教官 我希望大家在这期间 无条件地服从 在场众位学生听罢 立马便是齐声回道 很好 刘国涛满意点了点头的同时 当即便是继续说道 下面就有我替大家 安排各自班级的教官 刘广文 到 校长话音刚落 立马就有着 一位身姿十分挺拔的教官 从人群当中站了出来 你负责金融系三班 是 张一平 到 你负责外文系七班 是 周耀武 到 你负责 就这样 五分钟不到 在场的四十三名教官 瞬间就已经被安排的 只剩下了三位 也不知道 是不是校长有意为之 这剩下的三人当中 刚好就有着那名女教官在 而也就在校长 安排着这些教官的同时 操场上各个班级的学生们 此时的心情 却是大不相同 那些已经被安排了教官的班级 正有着不少学生 在那里纷纷摇头感叹 而那些还没有被安排到教官的班级 学生们却是一脸正色的 开始小声祈祷了起来 就只有三个班级 没有分到教官了 那名女教官 千万要分给我们金融系五班呀 佛祖保佑 一定要把那名女教官 安排到我们金融系二班哦 求求您了 八班 肯定是我们金融系八班的 很显然 就连秦桓班上的同学 也是希望能让那名女教官 成为他们的军训教官 然而与所有人不同的是 此时秦桓却是在默默地祈祷 千万不要将那女教官 分到自己的班级 第0036章 可怕的美女教官 赵文聪 到 你负责金融系 也不知道刘国焘 是不是故意为了活跃气氛 在说到金融系三个字时 却是突然停止了下来 卧槽 这啥情况呀 校长他 这也太皮了吧 快说啊 都TM得急死我了 千万不要是我们三班 校长您就别卖关子了好不 二班 三班和八班的同学们见状 毫不夸张地说 此时 他们真恨不得冲上去 狠狠地给刘国焘 来上几个大逼斗 在他们看来 这泥马的 也太吊人胃口了 哈哈 不好意思啊 刚刚想其他事情去了 好在刘国焘也没耽误太久 打了个哈哈后 当即便是爆出了班级 三班 我去 等了半天就这 三班的同学 在听到是自己的班级后 一个个的 差点没被气个半死 紧张了 紧张了 就只剩下最后两个班级了 此时所有的人 全都翘首以盼 一眨不眨地盯着刘国焘 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嗨嗨 刘国焘先是润了润嗓子 随后这才继续说道 唐战 道 你负责 卧槽 校长该不会还想卖关子吧 也就在众人如此想着的同时 哪里想到校长刘国焘这次 却是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直接就爆出了班级 二班 二班 真的假的 我乐个去 那岂不是我们赢了 这也太棒了吧 校长我爱你 刘国焘这才刚一爆出班级 秦桓班上的那些同学们 差点没高兴地 直接从地上蹦起来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样的好事 竟然还真就落到了他们头上 然而 有人欢喜有人愁 此时的秦桓 完全就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 说实话 他很是怀疑 这是不是校长 与那名女教官串通好的结果 不然的话 又怎么可能会如此的巧合 刚好就将他给安排到了自己的班级 而秦桓之所以会如此怀疑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只因那名女教官 正是他的五姐夏景熙 说实话 秦桓是真没有想到 自家五姐来学校 居然就是为了当着军训教官 要知道 先前夏景熙 与他在教学楼前说过的话 可是还历历在目 那就是让秦桓中午多吃一点饭 他是不会客气的 之前秦桓还有些搞不太懂 这番话 究竟是个啥意思 然而现在 他却是彻底地明白了 五姐 夏景熙当着所谓的教官 明显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要知道 就在前两天的时间里 夏景熙在教秦桓格斗的同时 可是没少揍他 现在这当了自己的教官 之后的七天军训 又怎么可能会有好日子过 想到这里的秦桓 顿时就不由一阵头皮发麻 而也就在这时 宣布完毕的刘国涛 在又交代了几句之后 这才终于迈步离开了这里 接下来 那些教官们 便向着各自所在的班级走了过去 来了 美女教官来了 八班的同学们 见到夏景熙向着他们这边走来 一个个的 无论男女 脸上的笑容 就像是盛开的花朵一般 教官好 教官您真漂亮 教官 您叫什么名字呀 教官 您多大了呀 夏景熙这才刚毅来到八班这边 除了秦桓之外的其他人 立马就一脸欣喜地围了过去 然而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下一秒 夏景熙却是脸色一般 语气冰冷地说道 你们军训就这态度吗 现在立刻给我把队站好 我去 这什么情况 这么漂亮的女教官 怎么凶起人来如此的可怕 众人见到这一幕后 刚刚还笑得跟朵花似的他们 瞬间就愣在了原地 他们本以为女教官 肯定要比男教官好说话 而这也正是他们所高兴的原因 然而哪里想到 这尼玛完全就是他们的一厢情愿 让你们立刻站好队 耳朵都聋了吗 眼见众人愣在原地不动 夏景熙当即便是立声喝道 快 快把队站好 回过神来的众人 哪里还敢再次多坐停留 慌慌张张地 赶忙就排起了队来 然而 但是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却还是没能将队伍给排好 不是歪七倒八 就是高的高矮大矮 夏景熙见状 微微皱眉的同时 最终也只能是帮着指挥了起来 好一会儿后 众人这才终于将队伍给排列了整齐 也就在他们以为 接下来夏景熙会让他们自我介绍一番的时候 哪知就在下一秒 却是听到夏景熙 很是眼里的声音传来 连个队伍都排不好 每个人都给我做50个俯卧撑 什么 俯卧撑 还是50个 我的个老天爷 一听这话 差点没一个亮枪摔倒在地 要知道 他们可全都是学霸 平时除了看书 也就是看书 至于运动啥的 偶尔能跑下步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此刻眼前的夏景熙 却是要让他们做50个俯卧撑 更何况 还是在如此炎热的太阳底下 在他们看来 这和要他们的命 又有啥区别 还愣着干嘛 眼见众人站在原地不动 夏景熙当即浑身气势一阵 便是力声喝道 没听到我说话吗 这 众人听罢 当即就准备说些什么 然而 当他们接触到 夏景熙那冰冷的目光后 刚要说出来的话语 却是立马就又吞了回去 也就在众人感觉 有些进退两难之际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站在人群最右边的秦桓 却是已经弯下腰 趴在了地上 眼见秦桓都已经选择了妥协 他们又哪里 还敢有其他想法 没办法的他们 最终也只能是 学着秦桓的样子 趴在地上坐了起来 刚开始的几个 众人还勉强能够撑起身来 但很快 他们就全都趴在了地上 38 39 40 也就在他们趴下去的同时 下一秒 秦桓数着数字的声音 便是立马传进了他们的耳中 第0037章 同学们的噩梦 卧槽 真的假的 这泥马的 难道我这是眼花了吗 好厉害 秦桓他 这也太厉害了 众人顺着声音看去 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 给震惊的 差点没将下巴给掉在地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秦桓这座棋俯卧撑来 简直就像是开了挂一般 紧紧一眨眼的功夫 居然就又做了好几个 48 49 50 很快 秦桓就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轻松地完成了50个俯卧城 五 教官 我做完了 秦桓站起身来的同时 对着夏锦西便是喊道 是吗 夏锦西撇了撇嘴 故意说道 我刚刚走神了 没有看清楚 你再做50个吧 我去 真的假的 没有看清楚 再做50个 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在场众人一听这话 顿时就有些替秦桓不愤了起来 只不过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秦桓对此 就好似早已习惯了一般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再次趴在了地上 众人见状 本还对秦桓的体力 有着那么一些担心 但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又一次让他们看傻了眼 只见秦桓这次做起俯卧城来 貌似比之前的速度 还要快上几分 仅仅片刻的功夫 50个俯卧城便已全部搞定 教官 我做完了 没看到 再做50个 还要做呀 不然呢 行 那我这次做100个吧 不够 200个 可以 两人一番庞若无人的交流之后 就见秦桓 再次疯狂地坐了起来 我的天呀 秦桓他这是疯了吗 在场众人见霸 顿时都有些开始怀疑人生起来 在他们看来 教官疯癖也就罢了 没想到这秦桓 居然比教官还要疯 200个俯卧城 毫不夸张地说 这对于他们 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这尼玛的都能答应 不是疯癖是什么 你们还愣着干嘛 是不是也想跟他一样 也就在众人如此想着的时候 就见夏锦熙对着他们 便是冷声说道 而听到这话的众人 在被吓了一大跳的同时 哪里还敢有所偷懒 赶忙就强撑着身体 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差不多20分钟左右 他们这才终于 将这50个俯卧撑 咬着后槽牙给坐了下来 妈的 真是累死我了 这哪里是军血 简直就是要人命好吧 众人一边吐槽 一边强撑着身体站起 不难发现 此时的他们 早已是被折腾得大汗淋漓 一些娇弱的女生 在站起来的时候 甚至还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 而也就在他们站起来后不久 想到什么的他们 立马就齐刷刷地 向着秦桓那边看了过去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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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啥情况呀 莫非那200个俯卧撑 早就已经被他给做完了 这尼玛的 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本来他们还认为 秦桓此刻 估计早就已经累趴在了地上 但哪里想到 这尼玛的 完全就像是 没有做过一般 就他们此刻的状态 和人家秦桓相比 可以说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也就在众人被秦桓 给震惊的 有些无以复加之际 就见夏景熙 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当即便是对着在场众人 宣布着说道 伴随着他的这一声令下 刚刚还在愣神的众人 顿时就瘫倒了一大片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身体就好似 被掏空了一般 至于秦桓 也是顺势坐了下来 虽然这几百个俯卧撑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完全就是小菜一碟 毕竟前两天的时间里 三姐和五姐 可是没少训练他 但这炎热的天气 却是让他感觉很是难受 只见他从口袋里 掏出几张湿纸巾后 向着额头就擦了上去 本就有些湿漉漉的纸巾 瞬间就像是被水洗了一般 妈的 这么热的天还要军训 真是没天理啊 可不是吗 军训也就算了 关键这特么的坐俯卧撑 差点没将我给累死 那是 亏我先前还那么 期待他来带我们 没想到终究还是错付了 咱们这算个啥 人家秦桓可是做了几百个哦 秦桓坐下后不久 他身边缓过神来的几位同学 当即便在那聊了起来 而也就在他们 聊到秦桓的同时 一个个的拖动着身体 就像是秦桓这边移了过来 秦桓 我叫曹飞 我能问你个问题不 其中一人看着秦桓 不由满脸崇拜地说道 啥问题 是这样的 那人也没过多废话 当即便是问道 我就是想问问你 为啥做俯卧撑那么的厉害 是啊是啊 我也挺想知道的 你这也太厉害了 那是 几百个能不厉害吗 我刚刚做到第五个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说说吧 我也挺想知道的 那人刚一问出这个问题 其他几人便也立马附和着说道 这个嘛 秦桓嘴角微微上扬 淡淡说道 不瞒各位 我觉得应该是我天生神力的原因 啥 天生神力 真的假的哦 你就扯吧 不过我据说实话 你这虽然厉害是厉害 但我还是觉得吧 你接下来的几天 还是收敛点比较好 确实 我总感觉这女教官 好像特别地针对你 我也有这种感觉 众人说着说着 顿时就聊到了下锦系的身上 有吗 我怎么不觉得 秦桓听罢 却是装出一副 真的假的 他都让你做了几百个俯卧撑 你还不觉得 牛P 我说秦桓 你该不会是看人家女教官漂亮 直接就变成恋爱脑了吧 几人一听秦桓这话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在他们看来 下锦系对秦桓的态度 明显就与其他人不同好吧 真对 实在是太针对 第0038章 笑话送来饮料 屁的恋爱脑 你们根本啥也不懂好吧 秦桓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嘿嘿 我们确实是啥也不懂 几人只以为秦桓这是要面子 所以立马就转移了话题 对了 我说哥几个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咱们学校的四大笑话啊 当然有听说过啊 不就是唐甜甜和王子玄他们吗 不瞒你们说 我最喜欢的 还是平民笑话李孟 她简直是长在了我的神秘点上 那我就和你不同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们四个我可全都喜欢哦 不难发现 这几个家伙 在聊到笑话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 那是要多猥琐 就有多猥琐 对了 话说你们有见到过那几位学姐吗 当然有见过呀 前两天新生报道时 我还有和李孟儿学姐打过招呼呢 哼 你就吹吧 我可是听大三的学长们说过 人家学姐可是从来都不和男生说话 不和男生说话 这么高冷的吗 反正我是不希望学姐们能和我说话 他们要是能看我一眼 估计都能让我吹上好一阵了 听着他们几人的讨论 一旁的秦桓 却是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很显然 对于他们这一话题 秦桓那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现在就只希望 早点结束完军训后 可以美滋滋地喝上一瓶冰可乐就好 毕竟这破天气 实在是太炎热了一些 我去 大家快看 那好像是唐甜甜学姐哦 而也就在这时 突然人群当中 一位男生直接就惊呼了起来 唐甜甜学姐 真的假的 我乐个去 好像还真是 他怎么来操场嘛 还有他手中拿着的 应该是一瓶冰可乐吧 莫非是打算送给谁的 八般的男生们 在听到这一声惊呼后 顿时就像打了鸡血一般 赶忙就顺着那名男生的目光 向着不远处就看了过去 卧槽 来了 他向我们这边走来了 我的个亲娘舅舅 难道学姐是来给我送可乐的 呵呵 你长得不美 想得倒是挺美 依我看 还不等他们将话说完 就见唐甜甜 已经来到了他们这边 几位学弟 我能问你们个问题不 唐甜甜看着几人 满脸微笑地说道 我的天呀 学姐竟然跟我说话了 这也太幸福了吧 被女神这么一询问 他们几个差点 没直接激动地晕倒过去 至于周围的其他男生们 此刻简直是都快要羡慕坏了 学弟 你们没事吧 见他们几人愣在原地傻笑 唐甜甜不由一脸关心地问道 没 没事 学姐 有什么事 您尽管问吧 是啊是啊 学姐您尽管问 只要是我知道的 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还有我 我也是 回过神来的几人 赶忙就拍着胸口保证着说道 在他们看来 能被笑话询问问题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那还不得够他们吹上好几年 是这样的 唐甜甜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我就是想问下 秦桓学弟是不是在你们这里 秦桓 卧槽 学姐居然是来找秦桓的 听到唐甜甜这话 众人先是一愣 随后 下意识地就向着秦桓所在的方向看了过去 而他们的这一动作 自然也是被唐甜甜给看在了眼里 在确认躺在地上的那人 就是秦桓后 二话不说 一脸欣喜地就向着秦桓走了过去 秦桓学弟 唐甜甜来到秦桓跟前 弯下腰来便是喊道 嗯 正在闭眼小气的秦桓 在听到这一喊声后 当即便睁开了眼睛 只不过 让他没想到的是 首先映入眼帘的 却是唐甜甜那大大的 嗨嗨 秦桓干咳了两声 好似生怕会长睁眼一般 赶忙就将视线移到了唐甜甜的脸上 看着她 不由一脸猛逼地问道 学姐 你怎么来了 我 秦桓刚刚的小动作 唐甜甜又怎么可能会没发现 脸色羞红的同时 直接就将手中的可乐 递到了秦桓的面前 我这不是看天气炎热 就特意给你送饮料来了吗 送饮料 秦桓听罢 先是一愣 随后 立马就摆了摆手说道 学姐 不用了 我不渴的 怎么会不渴呢 你看看你的嘴唇 都已经有些干裂了 让你拿着就拿着 唐甜甜说着 也不等秦桓再次拒绝 先是贴心地 替她拧开了瓶盖 随后直接将那瓶可乐 强行塞在了秦桓手中 卧槽 秦桓她 这也太牛皮了吧 竟然将唐甜甜学姐 给迷成了这样 在场的其他人 再见到这一幕后 简直都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唐甜甜是什么人 那可是庆大公认的 第三笑话 毫不夸张地说 自从她入学的第一天起 追求她的男生 恐怕没有一千 也有着八百 然而一向高冷的她 却是 没有给过任何男生机会 现在特么的 不仅给秦桓送饮料 居然还贴心地 帮她拧开瓶盖 不得不说 此刻的他们 除了羡慕 也就只有羡慕了 行了 没啥事 我就先走了 唐甜甜站起身来 当即就准备离开 然而 还不等她迈开脚步 突然不远处 却是又传来了 一道甜美的女声 这不是咱们的 唐甜甜学姐吗 你咋也到这里来了 我乐个去 真的假的 王子玄学姐 她咋也来了 莫非也是来 给秦桓送饮料的 不对 她手中提着的东西 貌似是一个水壶 声音刚一响起 众人立马就看了过去 而当他们 看清楚来人之后 差点没被震惊地 将下巴给掉在地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第一校花王子玄 居然也来到了这里 而且看这情况 貌似也是来找秦桓的 没有任何的犹豫 直接就再次趴在了地上 众人见状 本还对秦桓的体力 有着那么一些担心 但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又一次 让他们看傻了眼 只见秦桓 这次做起俯卧撑来 貌似比之前的速度 还要快上几分 仅仅片刻的功夫 五十个俯卧撑 便已全部搞定 教官 我做完了 没看到 再做五十个 还要做呀 不然呢 行 那我这次做一百个吧 不够 两百个 可以 两人一番庞若无人的交流之后 就见秦桓 再次疯狂地坐了起来 这 我的天呀 秦桓他这是疯了吗 在场众人见霸 顿时都有些开始怀疑人生起来 在他们看来 教官封批也就罢了 没想到这秦桓 居然比教官还要疯 两百个俯卧撑 毫不夸张地说 这对于他们 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 这尼码的都能答应 不是封批是什么 你们还愣着干嘛 是不是也想跟他一样 也就在众人 如此想着的时候 就见夏锦西对着他们 便是冷声说道 而听到这话的众人 在被吓了一大跳的同时 哪里还敢有所偷懒 赶忙就强撑着身体 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 差不多二十分钟左右 他们这才终于 将这五十个俯卧撑 咬着后槽牙给坐了下来 妈的 真是累死我了 这哪里是军血 简直就是要人命好吧 众人一边吐槽 一边强撑着身体站起 不难发现 此时的他们 早已是被折腾得大汗淋漓 一些娇弱的女生 在站起来的时候 甚至还有些摇摇欲坠的样子 而也就在他们站起来后不久 想到什么的他们 立马就齐刷刷地 向着秦桓那边看了过去 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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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啥情况呀 莫非那两百个俯卧撑 早就已经被他给做完了 这尼玛的 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本来他们还认为 秦桓此刻 估计早就已经累趴在了地上 但哪里想到 这尼玛的 状态和人家秦桓相比 可以说 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也就在众人被秦桓 给震惊的 有些无以复加之际 就见夏锦西 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当即便是对着在场众人 宣布着说道 好的 全体都有 原地休息十分钟 伴随着他的这一生令下 刚刚还在愣神的众人 顿时就瘫倒了一大片 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 身体就好似 被掏空了一般 至于秦桓 也是顺势做了下来 虽然这几百个俯卧撑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完全就是小菜一碟 毕竟前两天的时间里 三姐和五姐 可是没少训练他 但这炎热的天气 却是让他感觉很是难受 只见他从口袋里 掏出几张湿纸巾后 向着额头就擦了上去 本就有些湿漉漉的纸巾 瞬间就像是被水洗了一般 妈的 这么热的天还要军训 真是没天理啊 可不是嘛 军训也就算了 关键这特么的做俯卧撑 差点没将我给累死 咱们这算个啥 人家秦桓可是做了几百个哦 秦桓坐下后不久 他身边缓过神来的几位同学 当即便在那聊了起来 而也就在他们聊到秦桓的同时 一个个的拖动着身体 就向着秦桓这边移了过来 秦桓 我叫曹飞 我能问你个问题不 其中一人看着秦桓 不由满脸崇拜地说道 啥问题 是这样的 那人也没过多废话 当即便是问道 我就是想问问你 为啥做俯卧撑那么的厉害 是啊是啊 我也挺想知道的 你这也太厉害了 那是几百个能不厉害吗 我刚刚做到第五个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 说说吧 我也挺想知道的 那人刚疑问出这个问题 其他几人便也立马附和着说道 这个嘛 秦桓嘴角微微上扬 但但说道 不瞒各位 我觉得应该是我天生神力的原因 啥 天生神力 真的假的哦 你就扯吧 不过我据说实话 你这虽然厉害是厉害 但我还是觉得吧 你接下来的几天 还是收敛点比较好 确实 我总感觉这女教官 好像特别的针对你 我也有这种感觉 众人说着说着 顿时就聊到了夏锦西的身上 有吗 我怎么不觉得 秦桓听罢 却是装出一副 毫不知情的样子说道 真的假的 他都让你 做了几百个俯卧撑 你还不觉得 牛P 我说秦桓 你该不会是看人家女教官漂亮 直接就变成恋爱脑了吧 几人一听秦桓这话 简直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在他们看来 夏锦西对秦桓的态度 明显就与其他人不同好吧 针对 实在是太针对 第0038章 孝花送来饮料 P的恋爱脑 你们根本啥也不懂好吧 秦桓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嘿嘿 我们确实是啥也不懂 几人只以为秦桓这是要面子 所以立马就转移了话题 对了 我说哥几个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咱们学校的四大孝花啊 当然有听说过啊 不就是唐天天和王子玄他们吗 不瞒你们说 我最喜欢的 还是平民孝花礼貌 她简直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那我就和你不同了 小孩子才做选择 他们四个我可全都喜欢哦 不难发现 这几个家伙 在聊到校花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 那是有多猥琐 就有多猥琐 对了 话说你们有见到过那几位学姐吗 当然有见过呀 前两天新生报道时 我还有和李梦儿学姐打过招呼呢 哼 你就吹吧 我可是 听大三的学长们说过 人家学姐可是从来都不和男生说话 不和男生说话 这么高冷的吗 反正我是不失望学姐们能和我说话 他们要是能看我一眼 估计都能让我吹上好一阵了 听着他们几人的讨论 一旁的秦桓 却是直接就躺在了地上 很显然 对于他们这一话题 秦桓那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现在就只希望早点结束完军训后 可以美滋滋地喝上一瓶冰可乐就好 毕竟这破天气 实在是太炎热了一些 我去 大家快看 那好像是唐甜甜学姐哦 而也就在这时 突然人群当中 一位男生直接就惊呼了起来 唐甜甜学姐 真的假的 我乐个去 好像还真是 他怎么来操场了 还有他手中拿着的 应该是一瓶冰可乐吧 莫非是打算送给谁的 八般的男生们 在听到这一声惊呼后 顿时就像打了鸡血一般 赶忙就顺着那名男生的目光 向着不远处就看了过去 卧槽 来了 他向我们这边走来了 我的个亲娘舅舅 难道学姐是来给我送可乐的 呵呵 你长得不美 想得倒是挺美 依我看 还不等他们将话说完 就见唐甜甜 已经来到了他们这边 几位学弟 我能问你们个问题不 唐甜甜看着几人 满脸微笑地说道 我的天呀 学姐竟然跟我说话了 这也太幸福了吧 被女神这么一询问 他们几个差点 没直接激动地晕倒过去 至于周围的其他男生们 此刻简直是都快要羡慕坏了 学弟 你们没事吧 见他们几人愣在原地傻笑 唐甜甜不由一脸关心地问道 没 没事 学姐 有什么事 您尽管问吧 是啊是啊 学姐您尽管问 只要是我知道的 肯定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还有我 我也是 回过神来的几人 赶忙就拍着胸口保证着说道 在他们看来 能被笑话询问问题 这要是传出去的话 那还不得够他们吹上好几年 是这样的 唐甜甜也是没有耽误时间 当即便是开口说道 我就是想问下 秦桓学弟是不是在你们这里 秦桓 卧槽 学姐居然是来找秦桓的 听到唐甜甜这话 众人先是一愣 随后 下意识地就向着秦桓所在的方向 看了过去 而他们的这一动作 自然也是被唐甜甜给看在了眼里 在确认躺在地上的那人 就是秦桓后 二话不说 一脸欣喜地 就向着秦桓走了过去 秦桓学弟 唐甜甜来到秦桓跟前 弯下腰来便是喊道 嗯 正在闭眼小气的秦桓 在听到这一喊声后 当即便睁开了眼睛 只不过 让他没想到的是 首先映入眼帘的 却是唐甜甜那大大的 嗨嗨 秦桓干咳了两声 好似生怕会长睁眼一般 赶忙就将视线移到了唐甜甜的脸上 看着他 不由一脸猛逼地问道 学姐 你怎么来了 我 秦桓刚刚的小动作 唐甜甜又怎么可能会没发现 脸色羞红的同时 直接就将手中的可乐 递到了秦桓的面前 我这不是看天气炎热 就特意给你送饮料来了吗 送饮料 秦桓听罢 先是一愣 随后 立马就摆了摆手说道 学姐 不用了 我不渴的 怎么会不渴呢 你看看你的嘴唇 都已经有些干裂了 让你拿着就拿着 唐甜甜说着 也不等秦桓再次拒绝 先是贴心地 替他拧开了瓶盖 随后直接将那瓶可乐 强行塞在了秦桓手中 卧槽 秦桓他 这也太牛皮了吧 竟然将唐甜甜学姐 给迷成了这样 在场的其他人 在见到这一幕后 简直都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唐甜甜是什么人 那可是庆大公认的第三笑话 毫不夸张地说 自从他入学的第一天起 追求他的男生 恐怕没有一千 也有着八百 然而一向高冷的他 却是 没有给过任何男生机会 现在特么的 不仅给秦桓送饮料 居然还贴心地 帮他拧开瓶盖 不得不说 此刻的他们 除了羡慕 也就只有羡慕了 行了 没啥事 我就先走了 唐甜甜站起身来 当即就准备离开 然而还不等他迈开脚步 突然不远处 却是又传来了一道甜美的女声 这不是咱们的唐甜甜学姐吗 你咋也到这里来了 我乐个去 真的假的 王子玄学姐 她咋也来了 莫非也是来给秦桓送饮料的 不对 她手中提着的东西 貌似是一个水壶 声音刚一响起 众人立马就看了过去 而当他们看清楚来人之后 差点没被震惊地 将下巴给掉在地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低效花王子玄 居然也来到了这里 而且看这情况 貌似也是来找秦桓的 第0040章 五姐 求饶命啊 还愣着干嘛 赶紧喝啊 见秦桓傻乎地待在原地 上官朵朵忍不住 便对着他催促地说道 这 什么这呀那的 让你喝就赶紧喝 那好吧 剑实在是拒绝不了 秦桓苦笑一声过后 当即就准备 拧开水壶的瓶盖 然而不等他有所行动 突然两人的身后 却是又传来一道女声 不许喝 卧槽 这尼玛又是谁啊 众人听到这道声音 立马就转头看了过去 而这其中 自然也包括秦桓他们 教官 居然是他 这特么的 到底是个啥情况啊 莫非他也准备凑热闹 也就在众人满脸猛逼之际 很是不爽的上官朵朵 对着夏景熙 便是没好气问道 为啥不许喝 你谁啊 我是他的教官 夏景熙回答的同时 当即便反问道 那你又是谁 我 我可是他的辅导员 上官朵朵挺了挺胸 满脸自信地说道 哼 辅导员 夏景熙撇了撇嘴 不由吃笑一声说道 现在可是军训时间 这里我说了算 你还是该干嘛就干嘛去吧 你 上官朵朵一听这话 顿时就被气得够呛 伸手指着夏景熙 当即就准备说些什么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夏景熙一道很是凌厉的目光 直接就向着他看了过来 我的天呀 这眼神也太可怕了吧 当上官朵朵 在接触到夏景熙的眼神后 忍不住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毫不夸张地说 这还是他从出生以来 第一次见到如此可怕的眼神 简直就像是从尸山血海里 爬出来的恶魔一般 伸出去的手 也是赶忙就收了回来 此刻 他哪里还敢再次多待 一溜烟的功夫 赶忙就消失在了眼前 我乐个去 上官老师这是个啥情况呀 居然就这么认怂了 真的假的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刚刚怎么感觉 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看着上官朵朵那离去的背影 众人当即便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而也就在这时 夏景熙脉步就走到了秦桓跟前 对着他不由调侃地说道 臭小子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魅力的嘛 我 秦桓又哪里会不明白夏景熙的意思 尴尬一笑 当即就准备说些什么 不过还不等他开口 便被夏景熙给直接打断 行了 以后陌生人的东西少喝 听到了没 听到了 乐 你喝这个吧 夏景熙说着 便将手中的一瓶功能饮料 递到了秦桓面前 而秦桓也是没有客气 当着在场众人的面 直接就将那瓶饮料 给喝掉了一大半 真的假的 秦桓居然喝了 嘿嘿 我就说他是恋爱脑 特么的还不承认 我乐个去 难道秦桓真的对教官有意思 不然呢 要不他为啥别人的都不喝 偏偏喝教官呢 有道理 不过我总觉得 这教官我好像开学的那天 有在哪里见到过 拉倒吧 我看你 见到这一幕后 先前和秦桓扯淡的那几个家伙 立马就编排起了他 当然 这些秦桓自然不知道的 他在喝完那瓶饮料之后 直接就将剩下的那几壶 全都分给了其他同学 好了 十分钟休息时间已到 与此同时 看了一眼手表的夏景熙 当即便是对着众人喊道 听我命令 全体起立 啥 时间就到了 还让不让人活了 这也未免太快了吧 众人听罢 心中忍不住就是一阵抱怨 当然 他们最多也只敢在心中想想 说出来肯定是不敢的 毕竟 就连他们的辅导员上官躲躲 在夏景熙面前也只有认怂的份 就这样 他们愣是顶着炎炎烈日 又被夏景熙给军训了两个半小时 行了 今天的军训到此结束 夏景熙说着 先是解散了众人 随后对着正要离开的秦桓便是喊道 欢欢 你干嘛去啊 欢欢 我去 莫非教官真认识秦桓 其他人一听这话 停下脚步的同时 赶忙就向着秦桓他们看了过来 我说五姐 您就饶了我行不 我这一下午 都已经做了快一千个 俯卧撑了 秦桓以为夏景熙还想整她 当即便是求饶着说道 啥 她叫教官五姐 妈的 我就说开学的那天 好像有在哪里见过她 原来是在校门口 难怪一会儿对秦桓好 一会儿又整她 特么的 居然是她的姐姐 众人在听到秦桓的这番话后 先是一愣 随后立马就回过了未来 我就问一下你 你用得着这么害怕吗 夏景熙撇了撇嘴 不由有些好笑地说道 这还用问吗 秦桓小声地嘀咕一句过后 这才对着夏景熙回道 我这不是一身汗吗 打算回宿舍洗洗 回什么宿舍 家里又不是没地方给你洗 夏景熙说着 还不等秦桓反应过来 拉着她 就向着学校东边走了过去 没一会儿 他们两人 就来到直升机所在的位置 而见他们两人过来的田万晴 也是赶忙就将他们给迎了上去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 王猛当即就打算 操纵着直升机离开 然而还不等她有所行动 突然想到 什么的秦桓 对着她便是说道 大猛 你能教我一下这玩意儿 怎么开步 秦桓之所以如此问 其实她就是想要看看 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天赋异禀 毕竟这几天来 她跟着姐姐们 学习本领的速度 实在是太夸张了一些 说实话 有时候她都在怀疑 姐姐们是不是有着什么事情 在瞒着她 当然可以 王猛听罢 没有任何迟疑地说道 不过得等到回去后再教 这地方也太小了 那行 那赶紧回去吧 说着 就见王猛操纵着直升机 向着天空就飞了上去 眨眼间 便消失在了学校上空 第0041章 被震惊到的王猛二人 也就十分钟左右 秦桓他们所乘坐的这架直升机 就已经停在了庄园后面的草坪之上 五姐 你不下去吗 见下锦西坐在原地 并没有要下去的样子 秦桓忍不住便对着她问道 没事 我看你学 下锦西摆了摆手说道 那行 秦桓也没多说什么 转头便看向了王猛 大猛 咱们开始吧 好嘞 那您看清楚了 王猛说着 当即便给秦桓演示了起来 等到一顿操作完毕之后 王猛这才对着秦桓问道 小少爷 怎么样 您记清楚了没 嗯 秦桓点了点头 那行 那您来试一下吧 说着 王猛直接就将位置让给了秦桓 秦桓也是没有客气 在坐下之后 学着刚刚王猛的样子 当即便操作了起来 我去 小少爷 别拉那么高 小少爷 你这个没控制好 不对 你不能想那么多 快升上去 不对 是这个 然而 让人没想到的是 秦桓这才刚刚将直升机 升到不到十米的高度 整个直升机的机体 立马就开始大幅度地晃动了起来 那场面 除了夏景熙 还稍微显得淡定点之外 王猛和田万情 愣是被吓得心脏病都快要犯了 说实话 这样的一幕 秦桓是真没有料到 毕竟刚刚王猛的操作 他明明就已经记得很清楚了 但哪里想到 这真正操作起来 却是如此一副场景 和他这几天 跟着姐姐们学习本领的领悟力相比 简直就是云泥之别 而他现在也是彻底确信 自己并不是 啥天赋异禀 在秦桓想来 姐姐们肯定是有着 他所不知道的秘密存在 譬如外挂金手指啥的 也就在秦桓如此想着的同时 实在是有些害怕的王猛 当即便对着秦桓弱弱说道 小少爷 要不还是换我来 是啊 小少爷 还是换大猛来吧 一旁的田万寝听罢 赶忙便是附和着说道 行 那就你来吧 他们两人本以为 秦桓应该会嘴硬地拒绝 但哪里想到 结果却是如此爽快地答应 而他们又哪里会知道 秦桓之所以会如此爽快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只因 他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那就是 他根本不是啥天赋一饼 而是姐姐们 有着吊炸天的外挂存在 这外挂 不仅能提升姐姐们 就连他也会跟着一起提升 也就在秦桓站起身来 准备将位置让给王猛的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夏景熙 却是突然就开了口 要不我来试试 五姐 你能行吗 秦桓听罢 不由一脸狐疑地说道 有啥不行的 这又没啥难度 夏景熙说着 站起身来的同时 直接就走到了秦桓跟前 至于王猛二人 则是立马就让开了位置 别人可能不清楚 夏景熙的驾驶技术 到底有多牛 但他们曾经可都是 夏景熙的部下 又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一点 那行 那你可千万别开翻了 秦桓调侃了一句之后 当即就将位置 让给了夏景熙 而夏景熙接下来的一番操作 却是直接就让秦桓看傻了眼 只见夏景熙在坐下的瞬间 整个人就好似 进入到了战斗状态一般 不仅稳如泰山的 围着庄园转了那么一圈 甚至在别墅的大门外 还悬停了好几分钟 要知道 能让直升机悬停不动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 眼见吴姐夏景熙的驾驶技术 竟然如此的厉害 为了再一次验证自己的猜测 秦桓当即便对着夏景熙说道 吴姐 你能教我一遍步 我还想试试 啥 还想试试 王猛和田万倾一听这话 当即就被吓了一大跳 要知道 刚刚秦桓那番做死的操作 他们可还都历历在目 为了不让自己提前领取盒饭 两人当即便想要说些什么 不过还不等他们开口 哪知夏景熙 却是抢先一步就同意了下来 当然可以 我去 首长他这是疯了吧 这特么的都敢答应 王猛二人一听这话 顿时不由面如死灰起来 在他们看来 夏景熙这也未免太勇了 与此同时 夏景熙也是再次将直升机 给停在了庄园后面的草坪之上 欢欢 你过来 我可只交一遍 你自己可要记清楚了 直升机这才刚刚停下 夏景熙转头便对着秦桓说道 好嘞 秦桓答应的同时 赶忙就来到了夏景熙的身后 而夏景熙也是 没有耽误时间 当着秦桓的面 立马就给他全都掩饰了一遍 不难发现 他这次虽然只是掩饰 但驾驶技术 似乎又提升好几个层次 随便一个侧身悬停 直接就将王猛二人 给震惊的 差点没将眼珠子给瞪出来 我乐得去 莫非刚刚手掌 还是有所保留了 嗯 肯定是这样的 也就在他们二人 如此想着的同时 夏景熙这边 直接就将驾驶的位置 让给了秦桓 王猛二人见状 当即就被吓得不轻 本以为接下来 肯定会如同先前一般 不停地晃动 但哪里想到 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差点没让他们震惊地 咬到自己的舌头 秦桓不仅稳如泰山般 将当当夏景熙所做的操作动作 全都做了一遍 甚至在降落的时候 竟然还自己创作出了一个 十分高难度的降落动作 真的假的 我的个亲娘舅舅 难道我刚刚这是眼花了 此刻王猛二人再次看向秦桓时 就像是看到了什么绝世天才一般 直升机这才刚一停稳 他们两人就迫不及待地 来到了秦桓身后 小少爷 您这也太厉害了吧 小少爷 您以前是不是开过直升机啊 是啊是啊 还不等秦桓回过头来 两人立马便对着秦桓兴奋问道 不得不说 刚刚的这一幕 确实是震撼到了他们 第0042章 被震惊到的李明玉 没有呀 我这不是刚学吗 听到两人的问话 秦桓转过头来便是说道 而他现在也是可以肯定 姐姐们绝对是有着外挂存在 您确定 王猛听罢 满脸期待地问道 这有啥不确定的 秦桓撇了撇嘴 不由淡淡说道 我刚刚第一次开这玩意儿 是个啥样子 你们不是已经看到了吗 这 小少爷 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有什么话 你就直说呗 那行 是这样的 王猛也没耽误时间 开口便是说道 小少爷 我觉得 您这飞行天赋 完全可以加入空军 成为王牌飞行员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现在 就可以给您向那边推荐一下 大猛说的没错 小少爷 要不您考虑考虑 一旁的田万情 立马便是附和着说道 不 秦桓听罢 当即就是想要拒绝 不过还不等他开口 一旁的夏景熙 却是抢先一步说道 当然可以 等一下你给他推荐吧 那好 那就这么决定了 大猛一听这话 顿时脸上的笑容 都快要咧到耳朵根了 五姐 要不还是算了 我这还得上学呢 秦桓苦笑一声